一人贾永杰号召捐出了300多台救命神器HFNC 亲自送到各大医院 散局引来热烈回响 现在有散心的企业家加入了 我们台湾体育总会的汪辉汪理事长 非常的散心 那他捐助了五部高流量的氧气鼻导管的全配系统 给我们基务士 那另外我们基务士体育会 正请周理事长也不落人后 加码捐赠一台 汪小姐的父亲是台湾体育总会理事长汪辉 也是成功的企业家 平常推展体育热心公益 基务过去举办多场大型的体育盛事 有感于医护人员的辛劳 与基务士体育会理事长郑锦舟 和捐六台救命神器HFNC 给基务士一台就要价27万元 身为台湾的一份子 父亲总觉得台湾有难 我们身为台湾的一份子 我们有退却的理由 特别是当大家发现 在这次的疫情中 他看到一个感染人 一个感染的病患危机 是在他特别危机的时候 如果因为他的插管 而造成另外五个医护人员 产生更多的感染的扩散 他觉得非常心生不忍 所以他觉得 以台湾的企业 能够尽我们一点的微薄力量 来协助台湾共同度过这个难关 疫情中的这一次 监政金额最高的 差不多将近 我们六台了 将近一百六十几万 可能最多的金额 我们在这里 他是感谢我们汪维汪尼市长 他虽然是兵通人 可是对我们基务的这样的支持 以爱护 民间企业热心响应 金额市长林又昌 特别颁发感谢状 感谢捐赠者的爱心 救命神器是真的很有用 我们金额市的确诊的案例 有几个是重症的 那在长庚医院在布基 那他们之前就是因为 也有人捐赠 那用的这个机器呢 把命救回来 所以是真的是在医疗上 是真的是有帮助 而且很需要 所以今天非常特别谢谢 我们汪回汪理市长 的一个大爱 还有我们郑理市长 这个共襄胜举 总共捐了六部的 这个救命神器给我们基隆 国内疫情稍微趋缓 现在大家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各界善心 一起帮忙渡过难关 记者黄绍民 基隆报道